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是现在有很多人都会买房 而装修完之后 一般都会选择在新房子里边过年 当然前期也是需要将房子整体打扫干净 而且还需要贴对联 银财神 祭祖等等 那么新房子空置会有哪些影响呢 下面大佬给大家具体说说 一 房子空着会让阴气过重 古代人都认为 阳为动 阴为静 房子是固定不动的属于阴 人事活动的群体属于阳 人与房子朝夕相处 则要有和谐的阴阳资产 这样才能人宅两望 有利于家庭事业健康财富等运势的提升 如果存在一些房子是有雨阴气太重的话 是不该让人们居住的 对人们运势不好 二 屋子没人会有灰尘出现 如果有屋子门窗紧闭 空气不流通 光线昏暗 这就是没人住房子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 气体就会变质 城居的浮尘也会滋生出各种非生物 布满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和各个家具 建筑材料上慢慢地俯视一切 这也就是没人住的房间 会很快救下去的道理 三 空房子会影响健康 由于阴性物质已经长时间留在了空房间内 如果家庭成员中 谁的阳气弱 这些阴性物质随之 就会附着和干扰着这个人 从而使此人的精神和身体受到影响 出现各种怪病和行为反常 导致人身体容易出现问题 不利于个人的身体健康 四 空着的屋子影响运势 房子风水是一定会影响运势的 住进去前一定要先通风数天后 然后再仔细打扫 毕竟有些房屋本身是阴气重且不通风的 最好的方法是请专业的风水大师来衡量气场 看是否适合居住 是否对于长期没有居住的房子 如果有长期住进去 会对个人的运势产生影响 除了没人住的房子会空着会影响风水之外 我们住人的房子有一些地方空着 也是会影响运势的 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具体讲一讲 家里哪些地方不能空 一 客厅不能空 客厅是主人与客人会面的地方 也是房子的门面 客厅的摆设颜色都能反映主人的性格 特点 眼光 个性的 客厅易用浅色让客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使来宾消除一天奔波和疲劳 所以正常的客厅都是光鲜亮丽的 在古代客厅除了招待人放桌子以外 还会放一些神物画像山水画 旁边还会有银点缀 条件稍好点的人家 则会摆在博古家 陈列一些摆家来装饰客厅 总而言之客厅不能空荡 在老祖宗观念中 客厅承载家庭中大部分的设计场景 如果客厅什么摆设都没有 空空荡荡的 则显得家中没有人机 人机少了就会缺乏运气 运气少了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 如果客厅阴乱杂乱 这个家庭大多数情况 也是不是一个和谐的家庭 毕竟后生懒做 会让家庭不稳定 入不敷出 最终的结果就是子孙离散 所以不管怎样客厅一定不要空 书房不能空 书房古城书宅 现称为家庭的工作室 是作为阅读书写 以及业余学习 研究工作的空间 尤其是那些文教科技艺术工作者 书房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此外 书房也使人们结束一天工作之后 再次回到办公环境的一个场所 因此 它既是办公室的延伸 又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书房的双重性 使其在家庭环境中 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 一般来说 只有生活条件好的家庭 才能拥有一个独立的书房 而且在古代社会中 书房是不会对客人开放的 因为书房中的藏书 古玩字画都体现屋主的个人品味 而且能够在家中 增长较多经典书籍的主人 普遍有着较高的文学与艺术修养 也正因为如此 很多追求文学或艺术的人 则会着重关注书房的陈列内容 在主人观点中 无论是任何目的修建书房 在书房反工后 一定要摆满书籍 这样不仅能增长自己的知识 也能增加家人和孩子的知识 这种生活让人非常的舒服 俗话说 知识就是力量 如果书房没有书 这个家中就会缺少书卷气 这样的家庭很难兴旺 这不光是因为知识局限了他们的眼界 还因为空虚 而且让他们很难自处 三 厨房不能空 俗话说 民以食为天 在古代人们为了活命 只要能解决温饱就可以 所以古人身体非常不好 精神也萎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 人们经常去饭店享受美味佳肴 即便在家中不愿出门 也要点几个菜 让外卖送到家中 因此大部分人家中厨房 却成了摆设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厨房是最不能空的 因为炒炒抱抱 有利于凝聚家庭成员的情感 厨房也代表着一个家的烟火器 有了烟火器 家才会旺 烟火器越淡的家 越孤寡 同时 储备粮食与杂物 都是一种机材的表现 摆放的越多 就说明积攒的钱财会越丰富 这样的日子也会更加的活活活活 四 冰箱不能空 冰箱是现代家居必备的电器 冰箱与家人的饮食息息相关 冰箱中的食物 充足有衣食无忧的寓意 而空空的冰箱则有经济状况不佳的不良诱导 所以一定要经常保持冰箱的充足状态 冰箱在风水上还和家中财运有关 所以要定期清理冰箱 保持冰箱的清洁 才能对家人的财运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冰箱尽量避开鱼门相对的清醒 否则气流的僵重 容易造成财运不稳定的情况 甚至有破财的隐忧 如米缸不能空 满这个字寓意着福气多多 财俊多多 很受中国人的喜爱 而米缸在装入大米的第一天 就需要将米缸全部装满起来 同时还可以分别用 三个装上玉佩铜钱浑石的红包 放在米缸的底部 其中玉佩代表金居满堂 铜钱代表金形珠宝 浑石代表活活活活活 这样一来 既能起到招财的作用 又能起到招五福临门良好继承效果 所以厨房的米缸不能空 六 衣柜不能空 衣柜也象征着家庭的财库 而财库一满不一空 所以万万不可将衣柜闲置 使其里边空空如也 这样只会不利家人财运 长时间下去 容易导致家人钱财消耗过多 手头不宽裕 难以储存财富 因此只有给衣柜内部装满衣物 才能够使得家宅财聚负极 家人不用为了吃穿而发愁 其抽屉不能空 抽屉最好是放一些东西 空无一物的抽屉会让大家的财运下降 这种时候赚不到钱的 大家钱财上的表现不够好 赚钱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 所以得到的赚钱机会也是非常少的 通常这种时候大家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 经济困难也困扰大家的 家中有奇宽 子孙辈辈穷 这句俗语非常有道理 人的一辈子离不开运气 所以说老坏这种东西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